十四五規劃其實對我們創科來說 是非常有啟發的、非常重要的 譬如它首次很明確地支持 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創科中心 也明確地表示了 我們香港和深圳的河吐區的發展 是大灣區創科發展一個重要的合作平台 十四五規劃亦提到國內大循環 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格局 我們現在正正正正在制定 香港創科發展的未來路向 十四五規劃對我們來說有很大啟發 我們看到怎樣令我們可以思考 我們在制定我們的短期、中期和長期的路向時 怎樣可以更加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怎樣可以更加貢獻國家和發展香港所長